游客倚靠着阶梯拍照 甚至有游客直接攀爬阶梯作品 这是南回知名景点通往天堂的阶梯 而后方又有着一整片太平洋 成为游客到台东必造访拍照的景点 但八日傍晚发生倒塌意外 原来是一名女游客为了拍照攀爬艺术作品 阶梯因此断裂 女游客也重摔在地受伤流血 而另一名随行友人则是受到擦伤 由在地警销前往救护送医 倒塌意外造成女子头部有10公分撕裂伤 所幸经送医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样的违规攀爬事件层出不穷 在地居民认为游客的行为很不应该 很可惜而且我觉得就是告示牌有说就是不要爬 然后还是一堆游客来就讲不听 对啊一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一直爬 然后到最后就倒了 我们当然希望说民众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 希望能够抱着快乐的心情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觉得 他是可以跟他互动的我们就会写 然后有一些要注意安全的 我们就在那边做一些警语或是告示 让民众不要譬如说像这个作品就不要攀爬 那我们也把他的那个告示放大了 那民众当然会 就是请民众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 能够先去看这些说明牌 他有怎样的一些提醒 或是互动的方式 然后保障民众自己的那个安全 然后也对作品有一个尊重 游客攀爬艺术作品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真的因为不当行为造成天梯倒塌 政府表示会在实地了解天梯断裂的详细原因 确认是否为长期受压导致结构损坏 还是其他人为因素造成 并呼吁民众参观时 要爱惜艺术家们的创作心血 遵守告示规定 把美丽的作品与风景留给自己 也留给更多人 九条杰大五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镯与点点栏目